野兽印记 666 末世预言 这是一般人当听到启示录时 会联想到的事情 然而 让人们感到困惑和最引起兴趣的是 兽的印记 根据启示录 野兽的印记是刻在人的手或额头上的印章或印记 现在已经有一些关于兽记描述的推测 有人推测兽记可能是某种纹身 有人 则推测它可能是像微芯片这样的科技植入物 而也有人说 兽记不是实体的 而是一种会对人类的心智和状态产生影响的隐喻 或抽象的东西 今天的影片和你分享关于兽的印记的七个圣经事实 在这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频道 欢迎来到装备生命 还没订阅的 请记得订阅点赞 按下通知小铃铛 感恩 谢谢 七个有关兽的印记的圣经事实 一 兽的印记将给予那些支持和崇拜敌基督者的人 因此 兽的印记将作为那些相信敌基督者和兽系统的人 还有那些决定崇拜敌基督的人的记号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启示录13章16节 二 兽的印记将用于进行经济和商业交易 例如买卖 因此 兽的印记将作为识别出哪些人可以在敌基督或兽系统中进行交易 哪些人不可以进行交易的记号 除了那兽印记 有了兽名 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启示录13章16节 三 假先知或第二兽将会支持并说服人们接受兽印 假先知将说服各社会阶层和各经济地位的人们 从富人到穷人 从年轻人到老年人 以获得兽的印记 四 兽的印记是放置在一个人的手或额头上的食物 圣经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印记就无法买卖 表明印记是实体的 必须通过肉眼或其他方式如电子检测 才可以辨识 以便进行交易 五 兽的印记将在青年大苦难期间发生及及雨 而青年的苦难将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 被提之后发生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马太福音24章21-22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都召聚了来 马太福音24章29-31节 6.拒绝接受受印的人 将受到迫害 人们不仅会因为拒绝 接受受印遭受迫害 还可能因为拒绝 崇拜敌基督而被杀害 然而 根据启示录 那些遭受迫害的人 最终将收获 忠于上帝的好处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启示录22章4节 7.现在不可能 获得受的印记 要获得受的印记 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 那就是 被提必须发生 假先知和敌基督 本人必须出现 以及必须是在大灾难期间 希望这些信心 能够帮助你理解 多一点有关受记的知识 无论我们世界变得如何 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要感到安慰 因为上帝仍然完全掌控一切 让我们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 并且专注于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上帝祝福你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